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飞机上重遇陈冠西 但是居然可以大方合照的机舱门事件 不知又自曝自己对爱情的追求非常纯洁 表明喜欢一个男人就会变得小鸟依人 但就强调自己没有遇到过比自己更厉害的男人 表示自己不是崇拜那个男人才去爱他 则有条件不是因为对方长得帅 对方也不用很有钱 但要有上进心 就算在茶餐厅打工也无所谓 只要他有野心有责任感 就算住连租房都无所谓 但博之越说小编就越糊涂了 如果这真是博之的真实想法 那在香港乃至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帅 片酬过千万 自家公司资产媲美上市公司的谢霆锋 怎么可能是他曾经的丈夫 而且他说没男人比他更厉害 是不是在暗示谢霆锋也没他厉害呢 也许是张博之离婚后 请他有所改变吧 但是这就更不对了 如果一个男人有上进心 他怎么可能会在茶餐厅打工啊 虽然张博之的言论有微逻辑 但他也在节目中做自我检讨 表示自己在18的时候当歌手 当时唱片公司把自己塑造成玉女形象 但当时自己居然一边抽烟 一边跟媒体做访问 他表示自己素来都是我行我素 以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赚钱又容易 但现在当了妈妈之后 直到自己令人讨厌 已经收敛了许多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